主席 本院委員 2011年發生了讓台灣社會痛心 讓最高法院蒙羞的一個醜聞 一個最高法院的院長肖養龜 為了他自己的小孩 去關說在高等法院的審判長 再由這個審判長進一步去關說 這個受命的法官 最後他的小孩得到了無罪判決 這個關說對這個無罪判決的結果 有沒有影響已經成為無頭公案 但是這件事情的發生 讓我們見識到了 不僅什麼是官官相護 更見識到了司法官說的可怕 更可怕的事情是什麼 在這件事情發生了以後 蕭養龜法官跟他最高法院的同僚們 都覺得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嚴重啊 以前都是記憶大過就可以處理了 導致連下級審法院的法官都看不下去 說先談法官本身的詞感不足 詞是羞恥的詞 小法官根深蒂固的認為自己沒有犯錯 不過就是官說而已 從這裡開始 吹起了最高法院改革的號角 大家開始去追問 我們的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怎麼產生的 原來都是要由這些最高法院 法官同僚們點頭的人 才可以上到最高法院 在這個將綱文化當中 培養出來的溫床 是讓蕭法官覺得 這種事情哪有什麼 何其可怕 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目前最高法院選任的方式 即使在法官法通過了以後 為什麼成為兩年前施改國事會議的改革重點 就是我們希望 不要再藉由過去那樣的方式 來挑選最高法院的法官 也就是在蔡總統 所主持的施改國事會議當中 總結會議 透過兩次舉手表決 過了這個案子 我了解 過了這個案子 被抹黑成說 總統的政治黑手要伸進去 但是我在協商就講了 你不要為了要把熱水倒掉 連裡面的嬰兒都倒掉 由林選委員會來選 這正是司法院 考試院 行政院 會同 提出來的版本 我們去除了 總統任命可能引發的爭議跟政治性 我們保留了 林選委員會 它有的優點 所謂的植物